不够去注意你们的后背和你们的肩胛 你们现在的后背是整个就是一个圆 我不要看见它是一个圆的 你们站着还好 但是你们在跳的时候 就会呈现一个往前在背的感觉 就好像你们背上在背一个很重的东西 然后整个后背啊 一个大漏背在那 你整个背就是个圆的 是个平的 我看不到一点点那种肌肉的线条感 你们应该去找到的 它反而是那个两个肩胛去往里塞进去 我之前不是说那个后背要找到那个V吗 我们正常人站在这的时候 我们两个肩胛是不是突出来 对吗 这就是那个V的上面两端的那两个点 我要看见你们去把它去往里往下收到你的腰上 这两个点往中间去收 你们所有的运动要保持在这个位置 除了一些比如说Wave也好啊 这种动作以外 其他时候你所有的运动 你都要感觉这去收住 做一个横移步 1 2 3 恰恰 1 and 2 and 3 and 恰恰 1 and 2 and 3 所以这拽住恰恰 1 and 2 and 3 and 恰恰 不管你身体怎么动 它始终是要保持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下 这去运动 而不是在一个这样 这下一个我可以用的账员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